柴犬怎么挑选 其实柴犬呢 它有一套自己的一个相貌的一个定义 但我们平常在挑选柴犬的时候呢 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它的健康 和它的一个大体体型大小的一个问题 从体型上来说 那么柴犬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 从背毛啊 它的背毛要一定非常的光亮鲜利 然后服帖于整个皮 整个皮肤之上 我们会发现整个柴犬 即使是小的时候 也非常的短小精悍 除此之外呢 它的脸部 脸部一定要非常的圆润 这个是柴犬最大的一个吸引人 去关注它的一个重点吧 然后它的嘴部要比较修长一点 细长一点 并且在平常哈哈哈哈传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的微笑非常的妩媚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之一 那么除此之外 它的尾巴应该是高翘浮于背上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如果高翘浮于背上之后 往往代表它的一个精神和当时的一个健康状态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么再除此以外 我们需要去选择的是它的一个精力性 我们知道柴犬是非常胆小 伴有神经质的一个小家伙 所以我们平常在选择商的时候呢 避开那些好像温温的 好像非常乖巧 非常温顺的 因为这本身不符合它们一个本性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也不要选择特别顽劣的那种胆子 特别大的那种 因为它们本身的性格就是属于叉叉户户户的 如果你再选择这么外向 平常饲养上的难度 肯定会比较大 那总上所述 在于体型或者是性格方面 我们选择一些适中的小猜犬 其实养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